這樣的效果,第一個你要先知道說這上面的名稱 第一個我需要這個資料 第二個需要知道 總共有幾個,第三個有個超連結 連結過去的話呢,才會是另外一個頁面 所以呢,第一個要先把 台北市到底有幾區有旅館的資料,先切出來 切出來結果類似像台北市文山區旅館資料這樣 那如果我們就上個禮拜的資料來看的話 怎麼切,好像上禮拜我稍微帶一下,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切出哪一區,有幾個的話 這個地方 如果在Excel裡面,當然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上禮拜最後做的,你可以先把這個 Display Address先複製一下 這一區裡面的資料,Ctrl Shift向下 把它複製一下 那我再複製到F欄來做處理好了 比如說第一個我想要知道,這裡面的資料裡面到底有幾區 其實第一個 你要先把區先切出來 所以區要切出來,通常用資料剖析 這個好像上禮拜有講到 固定寬度,按下一步 哪一區有沒有 把它切出來 那因為都是台北市的哪一區,按下一步 那切出來的結果放哪裡呢 放在 我們放在隔壁好了 放在這個 放在隔壁 隔壁好了 OK 不過你在選的時候,其實剛剛可以不要選到上面,因為選到上面,變成上面也幫你切了 OK,然後再來就是把它按完成就可以 跟著一下,這邊的話呢,這一個資料 不用匯入 按完成 那你會發現 切出來之後 區就切出來了 再來的話,我要去計算什麼呢 計算這裡面總共有幾區 而且這裡面有幾區,那有幾家 飯店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拿,還是再把它複製一下 Ctrl Shift向下,複製一下 再來就是說呢 把它 貼的位置貼錯了,再back一下 在 這邊,我們把這個資料 要先把這個資料先 Ctrl 選的時候乾脆不要選到欄位好了,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後直接在F欄的地方貼上 再做什麼呢,做資料剖析 剖析的話,記得就是固定欄寬 把它